平川说冷静 田田 梁牧师 大家好 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Happy和SOK一毛饭之间的战斗 之前平川接受了他们的第一场较量 一毛饭收发三丘 然后四个炸弹人 把欧环搞得有点懵 我们看一下第二集欧环能否反应过来 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AZ亚马逊 出身在地图右上角是蓝色的亡灵 ID Happy 来自于俄罗斯的亡灵选手 最近半年 Happy这个状态是一直非常的不错 而且是越来越猛 差不多都快无敌了 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出身在地图的左下角 红色的人组ID SOK一毛饭 来自于韩国的顶尖人组选手 我们看一下第二场 一毛饭依然还是选择山丘 感觉第一集山丘用的非常的不错 尤其是分框开出来之后 给欧环非常大的骚扰压力 四个炸弹人各种空头 把欧环搞得确实有点头疼 我们看看第二集 双方的战术有没有什么变化 欧环依然还是选择乌鸟 然后一毛饭依然还是选择山丘 双方的话 英雄所发并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地图改变了 不知道战术要不要挑战 第一张的地图是CH 相对于AZ来说还是比较大一点的 好我们看一下欧环小尸身藏恩在这儿 他应该是想干扰你练击 那另外一边人就是直接开框吗 看步兵这个状态 应该是想勾一下这个六级石头人 好我们看一下山丘出来了 小尸身一切都看在眼里 我们看一下果然一毛饭还是选择开框啊 好的 山丘直奔这个分框 这边六级石头人被步兵给勾出来了 练击细节很不错 另外一边 HAPPY 哇不练击了我直接过来抓 两个人这一集的话打的都比较的针对 现在人主想第一时间把分框给开出来 那欧环呢好这里想抢这个六级石头人 能不能抢到没有抢到 山丘打了个大雪 那一看乌妖过来了直接直接放弃分框先撤 幸好是个大雪啊 这不是大雪山丘的话估计就走远了 来 这里想反杀对方的乌妖吗 山丘走位要小心一点 再来一发弄啊你可能就扛不住 身上还有个大雪 他的自信就在大雪身上 那这一波的话 由于欧环第一时间过来干扰人族开矿 那人族分框暂时开不出来 好山丘还是把大雪给吃掉了 那大雪吃掉一捶 要围杀这个乌妖能不能围住 如果能让乌妖交个TP 人族还是可以把分框给开出来 那这一波没有成功 要不要再捶他一下 但是欧环也是用骷髅还有小 还有小狗卡位 你卡我我也卡你 完了山丘扔不到这个乌妖了 那这一波民兵 民兵状态不行了要回家了 民兵的持久力还是有限的 好那你民兵回去了 你两个步兵 武妖表示我不怕你了 天黑了这边要买鞋 买个鞋跑得快 好买的是头环 那不内卷是吧 买个头环好我不买鞋 科技情况欧环的话是选择升二本 那人族暂时没有升二本 还是要开矿的打法 其实第一局人族的矿开的就非常的慢啊 因为欧环也是各种针对 所以这一局一麻烦估计不慌 反正我矿慢慢来 我再一次过来开 乌妖也是等候多时了 来山丘就想吹乌妖 乌妖的话保持一定的距离 你吹不到我 来 好人走 还是要练盆矿 乌妖一看你练 那我就来了 现在小泥人抢不了啊 挪瓦抢不了 好直接是挪瓦一下山丘 那刚才山丘是有大雪 现在没有大雪了 完了这波山丘估计要交代了啊 哎 这里看能不能反杀乌妖 这里围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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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围住了 哎呀 他破口了 好山丘关键时候升到了二级 能不能锤 山丘走了 乌妖也走了 接下来看看谁的部队比较硬一点 感觉还是欧环的小狗比较强一点 完了人族第二次 还是没有把分框给开出来 那这一局这个分框啊 估计是要非常非常慢了 哦呦呦呦 山丘山丘山丘 现在山丘50多滴血 好赶紧吃个慢聊补个状态 另外一边乌妖 把这边残血的农民也干掉一个 哎呀 这一局人族框太难开了 山丘山丘 小心 幸好药告没有打断啊 有个小狗继续去追 山丘继续带着对方逛街 但是你逛街的时候 好买了个鞋跑得快 对方应该是碰不到自己了 另外一边 那人族要不要升本啊 没有升本 第三次敲民兵出来 框还是想开 这欧环的话 奥本都快好了 人族的分框 还没有着落啊 好乌妖现在是一级 但山丘有二级 山丘现在绕了一圈 血量恢复了一半 不错 那民兵过来 好要打算开框了 第三次应该可以把关框给开出来吧 欧环的话小狗继续过来 山丘要小心 对方再多往你一下 你可能扛不住 那乌妖走位也很小心 你要往前冲 可能会被一锤一围 来来来这里想围 好山丘的话 有鞋跑得还是比较的快啊 灵活一点 山丘敲个地板 处理一下你的小狗 乌妖乌妖 乌妖找机会 又要找山丘的麻烦了 残血的小狗 我跑 山丘表示我有血 能追到你 那接下来欧环的找机会 把山丘的血量给消耗下去啊 好乌妖到二级了 山丘敲个地板 那乌妖到二意味着 他们吃骷髅啊 魔法师会恢复的比较快 走打 小狗卡个位 山丘山丘 差一点差一点就被带走了 这一波人族分框啊 随着步兵的数量多起来 人族的分框应该是有机会了 但是现在是六分钟啊 人族的分框还是没有放下 山丘 再杀一两个单位 可以到三 三级之后有二级的锤 或者是二级的一个敲地板 也可以 我们看一下欧缓这一边 二本已经好了 好 这一集欧缓战术做了一定的调整啊 他没有升三本去出毁灭 因为你升三本出毁灭 会导致你进攻的timing点比较晚一点 欧缓这一次决定二本出天轨了 那人族现在放分框 对方二本的兵已经开始出来了 这一局对一毛范来说有点难 因为给你造塔的时间不多了啊 你塔起不来 天轨的话各种过来杀你农民 这边山丘本来对空能力就不太行 好欧缓的话28人口来了来了啊 这一波的话第一个天轨三条小狗 另外一边无妖的状态也是补的不错 第二个天轨也在路上 现在山丘得找机会消耗一条小狗啊 杀条小狗可以升到三级了 要不杀个 哎呦 这野怪怎么来打农民了 好一发弄完又解决一个步兵 现在两个人打得都非常的近 经验值很关键很关键啊 好山丘到三级了 山丘到三我们看看 是升二级的 好升的是二级的锤 二级的锤你敢过来吗 乌妖非常谨慎啊 天轨在前面消耗一下 乌妖的话走位非常小心 好又一发弄完杀你农民 山丘 这里还得靠民兵过来啊 好分框有两根剑塔起来了 这两根剑塔一起来 分框感觉有点稳了 那接下来就是乳矿 乳矿塔有没有 乳矿的话只有一根塔 哎这一根塔还是比较的脆 欧缓还在白条农民 又来杀一个 乌妖的话现在 好离三级还是有点远的 乌妖犯感觉还是有机会 一锤一条小狗 锤完之后我走塔里面 嘿你敢过来吗 不敢是吧 好 那欧缓选择去分框来搞一波了 好主框 来来来塔能不能起来 塔能不能起来 第二根塔没有起来 那第二根塔没起来就有点危险了啊 好天鬼打你的步兵 那看看一毛范家里又没有去出铁匠铺啊 暂时好像没有铁匠铺 那也就意味着出不了火枪 现在就山丘一个人能对空 还有塔其他都对不了空 欧缓的话疯狂的爆天鬼 现在是五个天鬼六个天鬼了 六个天鬼 这边必须把塔给撑起来 一根塔是扛不住的 另外一边我们看一下好 分框的塔继续造 然后造个铁匠铺 看看铁匠铺能不能整好啊 铁匠铺一号 意味着意味着啊 后面就会转火枪了 火枪数量起来 应该可以搞一下这个天鬼 好欧缓的话 巫妖暂时还是没有到三回家 双地穴继续爆天鬼 巫妖呢找机会好 练个急勾个闪电盾啊 勾个闪电盾练个急 天鬼继续给压力 怎么办 现在一毛饭还得继续龟缩 不知道能不能龟缩得住啊 分框的话 一根圣塔马上起来了 主框这边暂时第二根塔 看能不能起来 第二根塔要是起来就有机会 好山丘山丘 找机会 垂了也没用啊 垂了后续输出跟不上 欧缓这里不着急啊 慢慢拆你的建筑 拆完之后我就转火 突然之间 趁你不注意 把你第二根塔给处理掉了 现在一毛饭第二根塔起步来 欧缓等天鬼数量一多 他可能就可以把这根箭塔给拔掉啊 乌妖已经到三级了 意味着他有二级的诺瓦 到时候乌妖带着天鬼一起来 这个塔应该是有点撑不住啊 这根塔要是撑不住 那主框就要沦陷 主框沦陷一个分框 不知道能不能扛得过去 好一毛饭的话 现在还在手架 还在手 这边很尴尬啊 出不了门 好铁匠铺好了 可以转火枪 看看能不能变一点火枪出来啊 现在一毛饭的话 木头很炸 哎呀 刚才农民敲的有点多 木头非常非常的缺 本来出火枪就很耗木头 钱的话有一千多块钱啊 毕竟是双矿 这边好 第一个火枪出来了 哎 一锤火枪再补个伤害 哎呀 欧缓很细 直接反补了 不给你经验值 来来来 现在天鬼的数量越来越多 哎 欧缓好 第二根塔就是不落你造起来 这边又一个锤 农民修修修 火枪一顿集火 先把这个天鬼给处理掉 乌鸟三级 来了来了 接下来乌鸟有奥吉诺瓦 哦 这根塔好像要强拆 能不能修住 能不能修住 这根塔还在强修 还在强修 感觉修不好了 这一波塔 马上要被拆 随着主框 塔沦陷 那接下来一毛饭的主框 保不住了呀 这难受 山丘这个手法 就是这个问题啊 如果对方进攻的timing点非常早的话 加上又是空军 其实没什么好办法 好 欧缓是二发一个DK 二发DK 配合天鬼 这一波一毛饭还对鬼缩啊 看看分框 好 临时出点飞机 用飞机来对付一下对方的一个天鬼 火枪是来不及了 主要是木头太缺太缺了啊 好 山丘过来一看 哇 欧缓现在一对的天鬼 火枪又倒下一个 怎么办 现在车间 车间想强求回来 车厢造好 飞机 现在一个一个飞机出 感觉就像呼噜吧 舅爷爷啊 搞不定 这一局难了难了难了 主框的话 农民几乎全部死完 分框的话 现在有三根塔 三根塔 除非你能憋一对飞机出来啊 但现在有点难 另外一边的话 这边一麻烦 二发了一个圣骑士 二发圣骑士 对空能力还是不行 现在欧缓不慌不忙 把你的主框 全给你拆了 然后 拉小狗也来了啊 天鬼 加上小狗 传说中的天地双鬼 过来拆 现在两个飞机 小猫两三只 你两个飞机吓人啊 欧缓还以为你有一对呢 两个飞机偷跑了 好 两个飞机过来吸引注意力 这两个飞机 不是用来打架 是能拖时间的 拖 但是欧缓很聪明啊 拉两个天鬼去把你的飞机给处理一下 然后大部队继续拆 完了完了 这边 大这边 主基地要休不住了 好 一毛饭直接打出激进 我们恭喜欧缓扳回一分 哇 这一局一毛饭太别屈了啊 前期开矿 费劲九牛二户 终于把分矿开出来 结果主矿流一线 难啊 好 我们恭喜Happy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赞不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谢谢